對特區政府來說 未來的大半年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政治任務 就是不可以讓民主派 在納波羅盤上 相信中聯辦也是這個目標 所以在這個目標之下 他一定會做一些事令到目標較易達成 為什麼呢 因為建制派上一屆區議會輸得很厲害 他們對政府和林鄭有些微言 其實有些不是微言 有些已經半公開批評政府 所以政府要做一些工作 令到建制派守住 超過半數議席 這個戰役是能夠做得好 所以最近的派遣 中小抗議基金 甚至工聯會 逼武漢接人 甚至去工聯會一些活動 我完全是復應於這個目標 其實我對長者有少許優惠 我沒有強健 不過如果做一個選舉人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第一想就是 怎樣令到 我不管你是18、21歲 3、4、10歲 5、60歲 7、8、10歲 來到之後 我給他承諾你 你是不需要排隊 多排5分鐘可以投票的 我管你7、8、10歲的人 因為上一次區議會選舉 所以你明顯看到的情況就是 票站的空間 是令到很細 細得如何呢 你當作五、六個 要投票的假 如果有五、六個 免了十五個 你就處理到這個問題 意思是政府 就是不處理大問題 就是讓這個問題 繼續要人排隊 排1個小時 然後就說 老人家外比優先 那麼多人 最少民意的調查就是 上一年多的人 是有較多的成份 支持建制派的 這個建制派 但是一選完之後 就提出很大的要求 再讓蔣姐有優先投票 那麼政府當然會順循這個意見 情況是很清楚的 是針對民主派 不過我相信民主派 就不會擔根受怕 因為你只要審慎而行 按足法律規定 多人說我真的要做初選 對民主派 真的花了十萬八萬 你有四五個人 參與這個區的初選 就攤分了 十萬八萬攤分 就沒有人二萬 二三萬 總之你做足它的話 就一定不會犯法 民主黨是很均真的 我們黨內出 黨 政黨內部的恩選 若有任何經費出現 我一定會督促我的職員 你要繼續在 它九月之後的經費 就算內會恩選 輸了 它也要報 我做足我就沒事了 所以民主黨差不多 每次做足就不會有事了 我相信真是真是 這麼多屆以來 特區政府成立後 是真是第一次 第一次 是有機會爭取過半的 其實你記得2008 2008試過有一次說過 不知道是2008 有些民主派的學者說過 什麼變天那一字 當然大家知道那次 太理想化了 我忘記是2008 總之有人說過 因為你繼續知道 這個基礎是不行的 現在大家知道 這個基礎是出現了 但是否一定行是不知道的 不過 如果連我們立法國前主席 周育成先說過 他估計 這是他寫的 在你AM寫的 我看過這篇文 他說民主派應該拿到 32到36之間 32、33、34、35、36 35、36是半數 就是說連周育成都覺得 有40%的機會 32、33、34、35、36 5個數字 有2個數字是過半 就是40%的機會 這樣也不錯 其實沒有40%的機會 買馬也沒有 民主派也有40%的機會 拿到半數呢 我們就努力 連周育成都覺得我們努力 我又不覺得拿到半數 是會成為政府的 什麼叫成為政府 如果我做了這麼多立法會員 立法會是有很大的權力 這是真的 不過它有權力是沒有的 當你提出的法案 它是沒有這個權力的 如果你指私人法案 也要特首批准的 立法會就不是政府 就是說我不可以自己控制 有些公務員 我不可以自己提過預算案上來 拿6千億 我不可以做這些事 不過 立法會的重要性就是 如果它和政府不合作 政府是一樣的都做不到的 最簡單 我不過你預算案 政府就會沒有錢花了 沒有錢花的政府就是做不到事 第二 如果你拿到半數 它的法案 你否決了它 它就沒有法案 就是說 你從某個角度 你拿到半數意識 你最少開力的政府要坐下來和你談 它談得不好 你就可以癱瘓這個政府 你可以癱瘓它 因為它沒有錢 過不了法例 甚至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所以從這個角度 你可以這樣說 它的角色在這裡 我是政黨工作修行幾十年 又做過立法會 我做人的性格是比較謹慎的 我不會太容易覺得 拿到立法會的半數 是一個很容易的工作 坦白說 對中央政府來說 這是一個實質的威脅 不是威脅到中央政府的管治 是威脅到它在香港控制的能力 如果立法會的半數是民主派的話 它控制香港政府 或者控制香港政策的制定能力 就大大減低了 它是極之極之極之 不想這樣發生的 好了 我們不要小看共產黨不做事 它一定會做事的 包括中聯辦 很多不同的社團機構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建制派的政黨 第一 他們一定比我們更好 第一 他們是統一的指揮 他們的指揮很統一 因為是中聯辦或是中聯政府 第二 他們的資源是無限多的 第三 他們很多的機構 是很齊一地聽指令的 什麼齊一地聽指令呢 說明這個區的選舉就是這三個 就是這三個的 其他第四 五 六 那些自己漫漫無無出來的建制派 就沒有票了 我們這邊呢 有我們的優勢 我們的優勢就是市民的支持 民意 如果你大概看這幾個月 民意沒有因為疫情而減低 即是2019年區區選舉的那種民意的浪 暫時我估計到九月應該還未停 除非我們民主派內部發生一些很差很差的事 這就是我們的優勢 我們的優勢是市民而已 什麼錢我們沒有的 那些不用想 好了 我們有什麼要謹慎擔心呢 第一個謹慎擔心的就是我們能否團結 真的 建制派就算它不受民意支持 你要記住它有四成票的區區選舉 四成票 出三個人就沒有人13% 13-14% 如果我們六成票 出十個人 數學上計你只有六個% 你六成票so what 又怎樣呢 我是四成票 但是我厲害 我出四個人 你出十個人 你平平平平碩6% 我就13% 所以我们能否有一个好的团结和制度 令到我们可以寄给到新的素人去参与 但又可以同时令到我们九月共目标 九月共目标就拿到立法国伴助这件事 是大体上可以有机地协调出来 所以我赞成戴玉庭的说法 就是有一个公民式参与的协调 令到素人可以参与 但到九月时又怎样令到制度 容许我们得到最多的议席 而议席数论去到35或以上 我不会看低这个困难 我是同意你的说法 这个困难是要大家花点时间去沟通讨论 不过我怎样希望希望一件事 如果我们的总体目标是有共识的 总体目标就不是个别政党 个别团体 个别素人 赢到或者不赢的问题 整体目标是我们能不能够赢到35席 我们要找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令到这个重要达到目标 我自己也知道数人想参与 所以我希望就是这个 但现在只是三月而已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大家可以慢慢开成报公谈 谈到一个做法 这个做法就是 我们可以争取最大的议席 当然一个 现在比较多人说到最后的一件事 上届就不是一个 很有系统做的方法 就是那个叫弃选机制 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说你到九月中投票之前 到那时候很多数人 政党都入了集 入了集两个月 去论坛 辩论 落区做拉票 你投票前一个星期三天 你都上不了 头的四五个五六个 你都不可以要求市民 多给两个月 不行的 因为几天之后投票 这样大家 无论是民主党也好 公民党也好 其他政党也好 或者其他数据也好 如果在最后的民调里面 你跌出了可胜算范围 那我们要有一个弃选机制 就算那是民主党 你都要弃逃 如果那是这么大方的话 就早点找出一个机制 我们叫做 blind foe 用眼睛盖着眼睛 不要管哪个剩下三月 就是说的就是说出来 当然 你说 新界西国打算赢到六席的七席 我不理你 你不会赢到十席 只有九席 你赢到七席很厉害 赢到六席很厉害 你上次只有四席 当你赢到六席 最后在投票前 便宜选票给六席 民主党的温兆坚 排到第七 我也同意 对不起 温兆坚你要棄选 如果每个政党 每个素人 都同一时间 去做了这个公开承诺 我又不介意 我作为一个政党的人 我觉得我要做这件事 就不是用个别政党利益 去概括总体三十五席的利益 你整体整个泛民阵营 我们说逢因选举一个主题 最主打的那条笔 你写什么 这个我不想这么快说 为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卷入多些人去讨论 但我回答这个问题 三十五席 这件事 又是目标又是手段 其实这两者本身是不切割的 我并不是很想将 这个只是一个目标 做了之后就有其他事 或者这个只是手段 不是 我觉得怎么 既是目标又是手段 目标的原因就是 我们可以彰显到 民意在香港是佔半数 那为什么立法国不可以佔半数 这个其实是不公义的 保守党在英国大选 其实他没有40%票 我们是60%票 民主派 白民主派 我们得到半议席 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功能组别 这个怪胎制度搞了它 这个目标我就清楚 为什么它是手段呢 如果我们要和政府说 我时和素人聊天的时候说 我们时光五大诉求却不可 我不想说这个人现在的口号 我只问自己一句话 你觉得政府 什么情况之下 肯和你坐下 想想你五大诉求的其中两个呢 一个就是 特赏 全部或一部分被告的示威者 全部或一部分不罪 第二 成立独立标证委会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不口号的话 你就要想 有哪些事情 政府最少最少 他不能漠视你意见的 我留下了这么多年都知道 我当过房屋事务委会主席 当我半议席的时候 王昇凡就和我聊天 孙明阳就聊天 因为他知道他不和我聊天 我就在房屋事务委会 否决他的意愕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的三五值的时候 你和政府说 如果你不肯突赦 全部或大部分的素人 和兄弟姐妹的话 我就下自算 否决了你 让你政府没钱花 你坐不坐下 你不肯成立标证委会的话 我就告诉你 我怎么怎么做 我不是说的 我三五值真的做到 所以这个不可以说是不重要 这个真的是重要 这个是目标 又是手段 手段是什么呢 就是手段达到你五大素人 其中两个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 特赦 和独立调查委会 当然你可以有其他东西做 但这个是我们已经叫了 那么多年了 美经经经经经经历了 做不了 我也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我未到成功之前 我都不会笑着 我只要告诉你 我要努力工作 我现在是不够努力的 坦白说 暂时说我们开始讨论 也算是开始都可以的 但最后就是要我们 未来这半年咬拭牙筋 和市民一起做这个工作 做到真的三五值的时候 我就会笑一次 而且我会开香饮 但现在来说 我只要提我自己 我要努力做好 否则的话 我们就会再失问一次 这个一定不排除 因为上届他做得的话 上届2016年他做得的话 今届也会做 保选也试过 大选也试完之后 保选也试过 所以我们要预备 今届也会使用 我们唯有自己 要做好所有的准备 我不敢说中央不做什么 因为他有权地做 不过坦白说 等于我们在抗争运动里面 六七月的时候 没有很多传闻的 解放方法要出动 你说他上面有没有想过 我估计他有想过 但为什么他不做呢 第一可能他觉得警察还是能控制到的 第二他觉得 他要付出一个代价 所以我们泛民主派 现在做的国际线是很重要的 我们告诉自己 香港市民不是孤立的 如果我们能联合到 整个世界里面 所有民主自由正义量的话 就算他要释法 我们联合了三十五 三十六 就是他释法 他是可以减做的 不过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而这个代价 可以令到习近平也好 或者上面也好 是他估计不了的 这样就可以了 我不敢说他没有权 我不敢说他不减 不过 you have to pay the price 以我的了解 除非政府傻到想欲罚欲食俱焚 意思是 一起坦满政府 公务会无人工出 立法会有权去停止 或者不过预算案 或者个别财委会的项目 可以不通过警察 或者公务员加人工 如果你是没那么大风险的话 我觉得 凡民主是没什么选择的 唯有跟你对抗下去 但问题 首先最伤是政府 因为 你记住永远一件事 就是当我们有三十五席的时候 我们最高道德的力量就是 这个是有人民的授权的 我们是一个人民授权的集体多数 而这个政府不是人民选择的 你从香港任何角度讨论都好 从世界角度讨论都好 你这个政府有什么人受权利 去做事呢 我看不到为何我们会吃虧 第一件事 我想运动有很刺烈的时候 到现在有疫情 所以是比较 运动的频密度 或者抗争功的少了一些 这个是不出奇的 搞社运动会员都是这样的 不会一致去到尾 第二 我想基本的事 就是政府的工作是没有变得到的 政府对抗争运动的要求 是没有达到的 而政府在抗疫工作里面 是做得很差的 所以从这两点 我又不是太担心 当到选举开始 大家知道总体目标了 市民很快就跟着 就知道他今次的工作 就像上次去年11月的区域那样 集东票员 令到有半数人赢 我很有信心 市民是会很快收到这个信息 所以我不会觉得政府是 太容易可以安枕无忧 或者是会觉得 不会的了 会静下去之后 民主派不能回到他的气氛 我觉得他在估算上是错误 我不会这么批评你 不如这么说 我的性格就是 一步一步做 你知道当人今次用个例子 就可以了 功能组别 我时都说一康热血是好的 因为你有动力 很澎湃去做事 但选举制度 有时一康热血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当人功能组别很多 如果你们去检查 有些是你现在进入商会 或者组织 是要进入会一年之后 你才有权去投票 好了 就算你现在点一康热血 有这个功能组别 你进入了之后 你最快到2021年3月之后 才有权去投票 立法好选过了 所以我们说什么呢 任何这些事情 我们都要有计划 有策划地做好 我们当然很热情 很热地去做事 但有很多事情不是热情解决的 不是一时间 我想做做 所以我作为一个做政党人士 我什么都要想 想得中期长远一点 所以现在有兴趣做工人组 要登记的人 不要放弃 就算你立法选举选 不能投票 因为可能一年限制 你就选委会去投票 一样照做 其实每一个界别的人 都要有这个心理 就不要想着 我今天做明天就会变天了 我不会这么做 因为坦白说 我希望民主了三四十年 都未有 我现在都六十岁以上 我都继续做这个工作 因为我不死心 那我就继续做 要那些人继续做 所以我 你说他会不会有个 深黄的泛黄的 我就未想这件事 我先做好这些东西 你这些功能组 里面有很多很多 议席都是那些人拿着的 我们拿完这些功能组 别的登记之后 做完它 就算立法没有得投票 你下一年 就选委会投票了 你不要现在不在 下一年选委会投票的时候 哎呀 我又不够一年 那就自己 自己一次两次错过机会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朋友 尤其是商界做小企业的人 你真的要做登记 就要立法都没有得投票 下一年选委会 行政长官的时候 有得投票 我的分析比较小一点 第一就是 第一就是 因为特近平很多次 是公开 叫做支持林郑月娥 虽然这个是 他真身假意 我不要理他 总之公开他说了 如果突然间要变 这个是要花一些 花一些工序和一些程序 很烦的东西 变成了中央领导 推翻自己的想法 第二个反而最烦 这是第一个 是烦的 第二个反而是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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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根据警方法 政务司是可以做 行政务处理的 就好像半年而已 半年之后就要选 好了 这个就很吊诡 因为现在 虽然我们民主派应该有三百多票 但加上区议会 差不多四百多票 如果我们有些人 最近又在登记 又在选选位 又多一些 到五百多票 五百对七百 就变成了有少少风险 对公众政府来说 所以我觉得如无必要 他是不想做这个动作 因为做这个动作 是加速他有风险出现的情况 反正都要选 等于2022年才算 还有反正林郑 民望都低得这么低 有时单位数字 有时11、12 不会再低 那就能做这两年类似的 我觉得如果林郑月娥想争取连任 这是天大事话 第一 她没有什么政治智慧 一个人如果她在民众里面 是不受支持的 其实她不能捱很久 第二 我相信中文政府也觉得 现在要继续表面公开上 继续要支持林郑 这是迫不得已的 如果有一个人 既听中央说话 在市民里面的资业度 又稍微好一点 当然是很难很高 稍微好一点 你会选择谁 选林郑也选择这个 当然选择新的 但你记得永远 新的特首有什么好处 对中央政府来说 第一 她是将林郑月娥做的事 全部重新可以想过 如何在她身处再做过 第二 新的人一般都是新的希望 因为新的做事方式 新的目标 甚至把林郑月娥完全违反政治人的做法 完全改变 我想不到一个做政治工作的人 是比林郑月娥差 其实董建华也比她好 为何还要选择她 我不明白为何还要选择她 因为没有政治人选择的人 是不可能会想联赁的 等于梁振英 梁振英上线想做第二届 竟然不选择她 怎样做呢 没有 这个反而我觉得不奇怪 如果中央政府要立23条的话 反正林郑做完这两个都走了 不如你做完她 说得逐一点 这样做法 不是一件污两件胃 你反正在上一轮的民意这么差 差到已经不受市民欢迎 你做完她 还有记住 23条立法这件事 是可以有很多方法的 不一定是这条新的法 坦白说 如果它涉择下来做 也不是不可能的 虽然你可以抗争 但严格来说 这两年建制派人是多数的 除非九月我们得到半数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这件事 就是九月半少 就可以防止到任何 无论明目张弹23条也好 涉下涉下的23条也好 都做不到 这就是三十五席的目标 谢谢你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